2022年,芬兰大量采购以色列长丁反坦克导弹 同年,希腊海军和印度也选定了以色列长丁NLOS 以强化其快艇火力 阿帕奇作为全球先进武装直升机的代表 可以说是美陆空的掌中榜 但奇怪的是,这个大宝贝放着美国知识反坦克武装部装 偏偏看上了以色列的长丁 2023年年初,就连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也为自己的轻型车辆轻一色安上了以色列长丁导弹系统 以往,关于军售,大家听到的基本都是 美国的标签卖给了某某某国 美国的战机又卖出去了多少多少架 美国某一类武器又卖爆了等等 好像大多时候,被多个国家同时看重并采购的都是美军装备 偶尔有北欧武器短暂亮相,热度也不会持续太久 而以色列却是个例外 作为一个地处阿拉伯中心的国家 以色列军工却时常引起其他国家的重视 甚至是超级大国的情爱 大到因为这次战争出尽风头的铁穹防空系统 铁树极光防空 小到本期的主题,以色列长丁导弹 长丁寻飞弹,长丁的整个系列都出自以色列的自研军工 由此很多人不免好奇 长丁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能获得这么多国家 甚至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订单呢 我们今天就来一看究竟 据洛马公司网站公告显示 早在去年5月 美国洛马公司就宣布 向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交付了安装在美军联合轻型战术车上的 长丁超视距导弹系统 目前长丁反坦克系统已经发展了六代 最初以色列的反坦克家族是NT 也就是西伯来语中反坦克的首字母组合 这一系列包括三种不同型号的反坦克导弹 分别是吉尔 最大射程2500米 1999年6月的巴黎航展上第一次公开展示 长丁最大射程4000米 1999年由以色列陆军解密 丹迪反坦克导弹 最大射程8000米 1999年11月首次公布 2002年为了加强国际市场上竞争力 拉斐尔公司宣布将原来NT家族更名为长丁家族 这一时期的家族包括短程型长丁SR 中程型长丁MR和远程型长丁LR 以及增程型长丁ER 射程从800到8公里不等 2009年公布的新型非瞄准线型长丁NLOS 最大攻击距离可达32公里 去年印度采购的就是该型导弹系统 SR MR LR这三个型号均为轻型便携式 发射系统完全通用 其全系统组成包括导弹 发射控制单元 热成像仪和三脚架 每发导弹加上包装桶重13公斤 发射控制单元重9公斤 三脚架重3公斤 电池重1公斤 发射控制单元可以在长丁家族多种型号之间通用 热成像仪视角10度 放大倍率3.5倍 最大探测距离3000米 以上就是长丁反坦克导弹的系统的大概介绍 单看数据 其实看不出长丁的特别之处 但如果对比同类型导弹 长丁的三大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第一 长丁的打击精度强 而且高的特别明显 该导弹系统并非采用其他导弹的主动伟大制导 而是更为先进的光纤制导模式 这种制导模式的优点很多 比如体积容量小 传输信号的能力却更大 因为是光纤传输 所以它不向外扩散信号 能最大限度抵御电磁干扰等等 基于这些优点 长丁导弹比其他导弹的打击精度更高 整体射程也更远 其二 长丁导弹系列款型多样 普通反坦克导弹往往型号单一 比如标枪 AT-4或者大家最为耳熟的RPG 这些导弹或者火箭弹大多都是单一型号 实质上没有攻击距离上的区别 但长丁导弹则根据射程需求 由基础版又衍生了短程版 远程版甚至超远版多种款式 短程版能达1500米 中程版可攻击2500米外的目标 远程版本采用火箭发动机为动力 射程更是达到了32公里 而且这一版本还能实施不同角度的发射 比如将导弹先射向空中 形成一个打的抛物线 自上而下以俯冲的形式打击目标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规避地形对发射的限制 还能避开坦克的前端装甲 仅从攻击力来说 长丁导弹和其他单兵反坦克导弹 并无太大的区别 采用两级战斗部攻击模式 第一级负责引爆反应装甲 第二级负责打击主装甲 但长丁全智能化的操控模式 能够根据目标自动展开攻击 其中中程版导弹最为灵活 与之相比其他反坦克导弹 根本没有这样智能化的性能 但从军售这层面来说 能满足不同需求的产品 一定比性能单一的产品更受欢迎 长丁的第三个优点是性价比 虽然长丁的单位价格比标枪 要高出约3万美元 占一听10万美元的造价并不便宜 但该型导弹的系统 是专用的发射系统网络 这得益于其内置的微型计算机 等诸多小型装备 这种组合方式是其他类型反坦克导弹 所不具备的 长丁系列导弹可以腾出更大的空间 来充填爆炸物 以此来提升攻击效果 长丁一次打击造成的破坏 几乎是两枚标枪导弹的威力总和 这么一算 它的性价比优势也就显而易见了 光纤制导的运用 使长丁能确保稳定可靠的打击精度 所以自该型导弹服役以来 无论是演习还是实战 其打击成功率 都是同类型导弹当中最高的 这也是长丁系列 畅销全球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上面这三大优点 超视距导弹系统也是长丁的特色 和大家常见的凡唐克导弹 对比最大的不同是 长丁导弹在飞向目标的过程中 可向操作员提供导引头 获取的实时视频图像 并允许操作员改变或终止任务 类似于无人机通过前端的摄像头 将画面回传给操作手 但和无人机不同的是 该型系统可以和地面 空中或海上平台进行综合 利用其射程远的特点 打击距离超出视距的 或借助地形隐蔽起来的目标 虽然是单兵发射的导弹系统 但该型系统也可以在不到 20分钟的时间内 直接安装到几乎任何 带有标准托盘接口的车辆上 无需对车辆进行任何改造 长丁超视距导弹 与美军联合轻型战术车的结合 就是将该导弹系统的远程精确能力 与车辆卓越的敏捷性结合在了一起 使美国特种作战部队 操作人员的机动性和任务效率 更上了一层楼 装在阿帕奇上 也能让阿帕奇对地攻击的角度更加刁钻 实现最大火力输出的同时 还能降低机身所面临的风险 以上这些或许就是美军选择长丁的首要原因 说完了长丁反坦克 咱们再来说说同样受美军喜爱的长丁寻飞弹 防御突破网站去年5月3日报道 美军计划在武器库中 增加一种不寻常的V型新型无人机 说到无人机技术 美军应该是不缺的 但他们还是选择了 同样由以色列拉斐尔制造的长丁萤火城 这型无人机被称为 微景光电战术巡飞弹药 是美国陆军在去年4月份的远征战士实验中 测试通过的无人机之一 萤火城巡飞弹属于V型战术无人机 2018年对外公布 是长丁系列精确制导导弹衍生型号 其主要用途是城市作战 以提升步兵 海军陆战队 特种部队 以及其他班牌小规模地面部队的近距离 精确打击能力 那么这型无人机之所以受到美军的青睐 同样也是因为它独一无二的优点 萤火冲无人机的空中稳定性极强 以它的体格竟然能承受10米每秒的风速 这一特点特别适合全天候使用 该型无人机的战斗部为一枚全向破片弹头 重约350克 杀伤力约为标准破片式手榴弹的两倍 威力并不是很大 续航方面 单电池带弹飞行时长约15分钟 双电池不带弹飞行时长约30分钟 待机时长2小时 整套萤火虫无人机系统 包括三架无人机 一台控制器 总重约15千克 长宽高分别为8厘米乘8厘米乘40厘米 全重3000克 弹头作战部位重350克 机体采用多旋翼紧凑凑型设计 一片可沿机身方向折叠 支架可伸缩 整体包裹后可装入桶状容器 极易单兵携带 别看它个头小 像多光谱的印头 飞制冷红外传感器 高清摄像头驱动 日间传感器 以及接近传感器 等等先进设备 一个不缺 能检测 识别 跟踪和定位灵活的目标 还能以时速60公里飞行 俯冲攻击时 更是达70公里 萤火虫的控制器相对来说 也很简洁 一台采用双向数据链的平板电脑 单人就可操作 操控模式分为 暗航祭典自主飞行和人工遥控飞行 界面设计简单 这一特点对于数据过载的军队来说 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卖点 据相关报道 早在2020年5月 以色列军方就在实战中 使用了萤火虫寻飞弹无人机 据说对于建筑物内的恐怖分子 打击效果极佳 美国陆军远征战士实验 每年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进行 2022年是该演习的第18个年头 这一演习的初始目的 就是项目融合 更直白地说 能通过这场实验的装备 可能不是世界最先进的 但一定是在某种战况下 最好用的装备 长丁萤火虫能通过这场实验 至少说明它在城市巷战中 表现得足够亮眼 目前仅长丁反唐克导弹 单一武器系统 就畅销了包含美军在内的30个国家 性能卓越的长丁家族 此时已经成了世界上销量 最大的反唐克导弹系统之一 而未来有了长丁萤火虫的加持 以色列的长丁军售之路 想必会更加通常 好了 关于以色列长丁家族的全部内容 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期待下期节目与诸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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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겹担当中